好了小纯各位观众朋友下午五点钟了 我们要用非常非常严肃的态度要带您来关心台风的消息 因为这个台风你真的不要小看它 你如果觉得现在外头风雨已经很大 告诉你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会更大 不管是风还是雨都是同样的状况 因为这个台风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我们常说整个台风的暴风圈 在接触台湾的陆地之后 应该就会被地形给破坏 应该会稍微的减弱 但是它反其道而行它增强了 它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钟 从中度台风增强成为强烈台风重点式 它今天下午还在持续的增强 它现在中心的最大风速已经来到了每秒53公尺 七级风暴风半径维持在250公里 非常大的一个环流范围 它以一个巅峰的姿态要来靠近台湾影响台湾 所以告诉大家必须要特别留意 像鼠甚至在稍早的时候发布了台风的强风告警 区域是哪些呢 发布警戒的区域包括了整个台风一头会撞进来 可能中心会登陆的区域 像是宜兰跟花莲 而宜兰的花莲哪些区域呢 包括了宜兰的苏澳南澳还有花莲的秀林乡 一定要特别留意从现在这个时间点一路到晚上的6点15分 可能会出现超强的强阵风 平均风力呢 可能出现12级 甚至可以来到14级以上的强阵风 这样强风的威力非常的恐怖 路数会被直接连根拔起的程度 所以提醒大众呢 提醒大家呢 这个台风来袭呢 真的躲在家里头会是比较安全 千万没有事情的话 不要外出了 我们透过了雷达卫星图带你们来看到 你可以看到呢 整个台风的环流还有核心结构呢 越来越扎实而且强大 而这样的 我们刚刚说七级风暴风半径 是整个台风的一个环流范围 但是它最强的 你可以看到 四块比较颜色比较多的 也就是它十级风暴风半径的范围 现在已经开始影响宜兰跟花莲这些地方了 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 但是呢 在台风靠近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外围环流从昨天陆陆续续就开始影响台湾 尤其今天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 一整天受到它环流雨带的影响之下呢 雨量快速的累积 甚至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在今天中午过后应该也蛮有感的吧 因为下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暴雨 以十雨量来看 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 一个小时的十雨量来到了 50甚至是90毫米以上 像是屏东的泰武箱 还有马家箱就出现了超过90毫米以上的 十雨量 那真的是雨下下来 你看不到前方任何物体的一个程度 这样的状态呢 大家也会想问说 整个台风的中心还没有登陆台湾啊 距离南部县市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雨下这么大 我们透过了定格的雷达卫星图告诉您原因了 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标注了这个风场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南台湾呢 有明显的雷达回坡对流云雨带呢 就直接在高屏地区的上空 甚至在外海的地方生成 为什么 因为风场 台风呢 逆时中旋转的一个环流结构呢 带来西北风的环境 再加上呢 台湾南部这边呢 带来西南风的环境 一符合聚集了这个旺盛的云雨带呢 就长在了南高屏的上空 所以导致今天中午过后呢 尤其下午两点到三点钟 屏东雨下的这么大的原因 就在这里 好 我们说到了 今天一整天呢 不管是北台湾东半部地区 还是南台湾 雨量快速的累积起来 我们透过了动态的累积雨量图 带你来看到这个雨量 多快速的累积 您进一步来看了 下一张图你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呢 一整天以北部地区 还有宜兰 尤其山区的部分呢 雨量累积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速 但是中午过后 你可以看到 南台湾后来居上了 他们追上来的速度 也是非常的快 马上出现了 红色跟紫色的区块 今天整体来看呢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全台几乎都有出现 唯独像是呢 新竹市 彰化 还有嘉义市 以及呢 我们离岛的部分 澎湖金门 马祖呢 雨量累积来的比较少 大约是10到30毫米 其他呢 本岛其他县市的部分呢 通通哦 累积到现在 站上了100毫米 甚至是200毫米以上的 一个累积雨量了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红到发紫 紫到发白的 宜兰山区 宜兰的大同乡 累积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500毫米的 一个累积雨量 而且雨还在下 越晚雨还会越大 所以我们要提醒呢 宜兰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宜兰山区的 观众朋友呢 真的呢 可以的话 赶快呢 撤村哦 这真的是对你来说 会是比较安全 如果家人也在山区的话 也要提醒他 特别的留意了 像鼠呢 针对了全台 20个县市呢 持续发布 大雨 豪雨 还有红色的 大豪雨 以及紫色的 超大豪雨特报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到 最高的等级 也就是呢 紫色的 超大豪雨特报 它的定义是什么 那就是24小时 我们说一天的 累积雨量 会来到500毫米以上 我们刚刚提到了 宜兰山区 宜兰大同乡 已经达标了 来到了超过 500毫米以上的 一个累积雨量 但是不止宜兰的山区 你可以看到 包括整个台中 以南 甚至呢 是花莲的山区呢 也都是警戒的范围 另外红色的 大豪雨的区域呢 像是北部的山区 南台湾的平地 以及台东 也要特别的留意 总而言之呢 就是呢 现在面对整个台风 步步逼近台湾 预计在今天晚间 到明天的一个清晨 它的中心就会登陆略过 北台湾的陆地 所以提醒全台的观众朋友 必须研访